副总统 陈宗燕被爆喝花酒 会觉得这是党内对你的反复吗 我们今天也反向 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燕被爆出喝花酒 请辞下台 你将主席赖清德喊话说要勇敢面对 不过过去的台南市长勇于面对了吗 关于这个案件在十多年前发生的时候 确实赖市长当时是有震怒 可是为何你把这些人继续留用 所以造成今天这个后果 当然他自己必须承受 赖清德被爆出过去就曾斥责官员喝花酒 那现在无视人之名留任 是否也该负起相对责任 那么今天的事件 也可以回看到11年前的赖市长 黄伟哲市长是不是也要请 11年前的赖市长站起来道歉 卧有证据11年用来作为政治攻击筹码 赖清德遭到反扑 责任回到当时他怎么让检方放过 现在又来得及断尾求生吗 陈宗燕有今天的地位 都是赖清德一手的提拔 从过去的台南市到后来的中央众所周知 赖清德不应该出来说声对不起吗 不应该向社会道歉吗 立委陈宛慧出事前程指出 陈宗燕跟酒店业者间有行收贿的关系 陈宗燕却说 从未被检调约谈 侦办 调查 最后权案签结 谁盖牌 谁施压 赖清德若没有解释清楚 杀伤力恐怕才正要开始 台南市政府他那时候的权力有多大 连检方都要推避三胜 所以今天如果没有把这个弄清楚 或者解释清楚的话 赖清德受伤会更重 陈宗燕上任18天就落马 赖清德对于黑金改革的反噬 但是不再只是一句小云有空吗 而是市长够勇敢吗 解鹏的一家YouTube的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再见